好了,新的一天开始了,我被拖车师傅叫醒了 但是还是来了一个小的车 和昨天的车不一样,就是这个车是个黄牌车 我觉得可能会有问题的 你问问他们专业的一盘 看他们这种情况能不能拖 我车现在是在这个离你们左期有200公里的地方 昨天和今天已经来两个拖车了,都说我的车上不了 所以我现在在想能不能有牵引绳牵着前面 无动力这样走,但是我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是后桥想,我担心后桥会出问题 所以我需要有一个维修师傅跟我沟通一下,可以吗 那牵引的话,牵引不了 不能牵引,必须拖过来 好吧 那个4S店说不行 必须上板 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帮我问问有没有大点的拖车 我先你们这边看怎么解决,因为我就先抱到你们这边了 然后到时候实在不行,我再联系他们,好吧 好的 有个小婆婆拖的,翻车还很不说,还整车红角都打掉 太可怕了 这个热心的师傅是昨天晚上过来看的,然后他说他也会修一点车 一个来了,一个拉不成的,一个来了,一个拉不成的 我这个车还在保,然后那个4S店他们不能派修理工过来,一定让我过去 哦,3S店到,哦,那就是4S店吧 对啊 喂,您好 您好,请问您是4S店的吗 对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如果确实那个拖车没有办法搞的话,能不能派师傅过来帮我修,检修或者是怎么样的呀 那个要是后桥想的话,那个确实即使过去,他没法给你处理 第一是配件不确定啥东西坏了这些,只能安排拖车,现在拖车已经联系上了 我们现在正跟厂家那边,对人要跟人家提前说一下 到时候如果是质量问题,我们提前也好,也好给人家申报 但他这一公里20块钱嘛,就相当于大概您的在4S店多一点 这个费用是要我先出吗,还是怎么的 对,先行垫付啊 如果是质量问题,我们会想厂家申报这个费用 然后厂家之后我们给您打钱 然后如果不是质量问题的,您自行承担 因为您车是我们查的在质保区内了 您要是把那个4区开了之后,按两区正常行驶,您看他意向还存在吗 还有一个不是说不去给您领厦现场救援 因为现在我们英雄会,英雄会开始了之后 我们左去这边只有一家长城4S店 我们派了一组人员下到英雄会了 因为我们长城公司不是搞活动嘛 所以说我们现在站内的技术人员,机修人员只有两位了 没办法再出去给您现场去那个什么进行救援了 你要是再走两个人的话,我们整个4S店内就没有这个能够维修的人员了 您能理解吗 我理解 我刚才问了一下,他有一个是七宗的 呃,那就这样嘛,师傅,您再稍等一下 我跟这个师傅拖车的这个老师傅,我再跟他沟通 他说您要是正常行驶,也是没有影响的 你确定? 对,但是老师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异响视频 也是您发过来的反馈的这个异响视频发给他的 他说就是说您用两区的话也还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可是我现在就是用两区他会有这种响动啊 就是您挂四区他就不行了吗 我没有挂过四区 哦,要不您尝试一下看看挂在四区里面他这个响声如何 我们现在是在用四区行进试一下车 暂时好像没有发现问题 所以是不是可以判定我们暂时可以用四区开回去呢 好像确实没有声音了 我再跟4S店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喂,您好 我现在挂到4H上面开了两三公里 没有什么响动 哦,没有是吧 所以就是您开回来吧 开回来了我们再详细的给您车做个检查好吧 他万一到半道他不走了或者是什么这个影响 这个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随时派车过去那一下拖 好吧好吧,那行吧,谢谢 好吧,咱们开上导航 用四区慢慢的蹭过去看看 出发 全程198公里 大约需要2小时44分 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啊 多开一公里就节省20块钱 感觉我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开了30公里了 哇,已经赚了600块 这也算不幸中的幸运了吧 毕竟今天省了4000块钱 马上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喵总还有可爱的四区了 哎呀乖乖,好想你哦 这个尾巴咬的 哎,我们现在开出去试一下 因为昨天一直都是两区开的 然后想上还是比较大 今天是四区开的 过来就没有多想 往哪开 你从下走 你这两天跑一些特殊的路过了没 前几天去了一趟沙漠 沙漠 那个巴丹基金沙漠 出来那个路特别多 就是那种搓板路 嗯 但是刚出来的时候也没事啊 哪里 然后我就去了厄吉那 厄吉那前面有一个路 也是全大坑 哎呀我也是服气了 愣是没有想过 辛苦了师傅啊 不好意思啊 这些这些上 两边我刚才这个高度都差不多 说明这边的路程就已经没上了 等到下午差不多四点多 千斤顶回来了 但是这个千斤顶又顶不起来我们的房车 好像它只能顶三吨的是吧 两个三吨的应该都可以 所以现在又惆怅了 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多波折 我们这边说实话 今天一边是十一大事 你不认识 总有人认识 你放心吧 别把所有的事都自己扛 解决不了就往上报 不然要上面干嘛 可以往前挂岗的是吧 可以 切两区啊是吧 不要切都四区了 你走 啊走 你听一下有你们昨天的那个声音吗 好像不是昨天的那个声音 你这个声音是正常的 你听一下这会儿龙肚龙肚龙肚有没有说 你这么拽的话是龙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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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是正常的 这车的时候那个啥就是手沙拉着没 就是一点点都没了我起了 好我们试了好多回 厚龙的这个沙车片检查过没 不知道有没有检查过 如果保家手侧上有 就应该检查过吧 哎 要么你就是车你开的时候你再你再细细听 我们也不敢乱吃点事 你说外这啪啥啥都去吃啥都好 那你觉得这个车现在开银川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因为啥你今天200多就像你说的 你200多公里都开过来的人 就在那个减速带的时候就踩了一下刹车 他你说就说就像你说的这个声音有一次嘛对吧 对吧那你肯定是没啥人 那行了我们在路上再观察一下 好了我们现在又在往银川出发了 因为这边的4S店实在是没有地勾也打不起来 我们找了一家银川的4S店 说他们可以升起来一笔可以进去检查 所以我们现在又上路了 目前开到现在我是用我们两区开的 现在是70码的速度 没有感受到昨天那个夸夸响的声音 祝我幸运吧希望能够安稳开到银川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